Hello大家好,我是Savor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极简护肤流程 我的皮肤是属于那种非常差的 因为小的时候一直长痘,所以小质层变得非常的薄 毛孔也无比粗大 我在护肤上一直是以补水修复为主,一切从简 我的护肤步骤不多,如果化了妆的话 就是卸妆,洗脸,敷面膜,上护肤品 我会隔天敷面膜,敷一个清洁面膜 再加一个补水面膜 这个步骤也是这几个月我才达成的 之前我其实有试过每天都敷面膜 或者是完全不敷面膜 现在算是达到了二者的平衡吧 卸妆的产品我现在用的是液体的搭配卸妆棉 用的是曼丹的眼唇蟹和贝德玛的卸妆水 这两款是我试下来最好用的液体卸妆产品 卸得非常干净,不脱泥带水,很方便 一擦就好了 但因为要搭配卸妆棉有点不环保 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考虑换成卸妆膏来卸妆 洗脸呢我用的是HHA的风浆纸 非常好用的国货 是纸片状的,方便携带 用热水化开就能搓出很多泡泡了 细腻温和 我已经用了四五年这个产品了 接下来就是面膜部分 我会先用富尔加的水洋酸果酸清洁面膜 这个真的是个新发现 实在是太好用了 这款清洁面膜它是透明折离质地的 涂在脸上会有凉凉的感觉 超级舒服 我一般会全脸涂一层 然后在毛孔粗大的地方再涂一层 涂完差不多过二十分钟它就会吸收掉 干掉了,然后就可以洗了 因为它是透明折离状的嘛 非常方便清洁,我简直太爱了 我之前用过一些类似火山泥的那种清洁面膜 洗起来实在是太麻烦 要花很长一长时间 敷完切剪面膜之后就是补水或者是修复面膜了 我最近都在用富尔加或者是可敷美的面膜 这两个国货品牌实在是太强了 精华也很多 而且敷在脸上有一种我的毛孔在吸收水分的感觉 毛孔也是肉眼可见的缩小 脸也变得滑了很多 这两种面膜的搭配我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无比真实的对比图 真的有图有真相 都不需要多解释 敷完面膜之后我会再上一遍护肤品 用的是老朋友陈衍医生的毛孔收脸水 AHC的乳液和Sisa的鸡血草面霜 这三个我在不敷面膜的时候会直接洗完脸就用 毛孔收脸水我已经说过太多遍了 上脸凉凉的使用感很好 AHC的乳液是我买的AHC一套护肤品里面用剩下来的 toner和面霜都已经被我用完了 AHC这个品牌一直在我脸上表现得非常的稳定 说不出什么特别好的效果吧 但是上脸非常的温和不刺激 这些可能就是对我来说最好的条件了 Sisa还不晓得是Sica这个牌子 它的鸡血草面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产品啊 质地是这种透明绿色的折裂上脸属于清爽型的 Sisa这个品牌最近非常火 我至今还说不出它哪里特别好用 但是呢它也没有给我脸制造意外 所以就被我归类在好用这一栏里面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的简单 但是缺一不可的护肤步骤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了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